被蒙了吧你 你被蒙了吧 我的天哪 就这 今天这个就比较牛了 65块4 三盆 一盆茶花 一盆杜鹃 一盆白蓝 这是典型的 跟南方三件客似的了 这三个花都是比较难养的 先开箱看看苗情怎么样 被蒙了吧你 你被蒙了吧 我的天哪 就这65块4 就这 65块4 一盆杜鹃 这种杜鹃 拿货就三五块钱 就是社会价就十来块钱一盆的 你问问他们吗 这种社会价要买的话 你运气好的话 你有时候他们搞混的 9块9能抢到 这个连个花包都没有 而且还是老泥土的 寒累挣你三十吧 这些个 寒累挣三十 你说苗情如果说很哇塞的话 我绝对不会在这个 在这里得的这个事 你看这个 六十五块是就这么东西 这非常不值得 给他先理赔这个 这个要死了 先这个先搞理赔 像这种情话我跟你说 你记得咱们今年春天就白兰也搞死过好几个了吧 两个了吧 搞死两个了 今年 这个白兰你尤其是这种根 你看 尤其这个东西 这是正儿八经的浇泥土 看到没 你看这个根已经抽本了 你看树皮都干本了 看到没 这个根了 找他理赔就行了 能活吗 很够呲了 这是茶花 茶花根也都塞散了 这是咱们买的最亏的一次 我觉得这最亏的一次了 能退货吗 退货吗 啊 退了 退了啊 也不分享怎么养了 这个这个太难拿出手了 有时候我发现了 真的是你花可能花的钱很多 这这三个里边哈 最健康的就是这个茶花 最健康的就是这个茶花 这个杜鹃是真不值钱 我们有时候在北京的时候 垃圾桶里面都会扔这种 讲跟你讲的是真心的 这个很健康 但是也不值钱 退 今天的开箱非常不愉快 非常非常不爽 我 我就觉得六五多块钱花的我肉头 如果说苗晴都是各个鲜活 不拎不拎的那种 别说六十就九十我觉得也很开心 当收到货就是这种不好的状态 第一时间联系卖家 第一时间联系 你这三个都死成什么样了 让他退了 好吧 咱们今天心情不好 可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负面休息 别的没啥哈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在一 还想看什么开箱 老花一给你开 下期再见 来了 嗨 嘿嘿 嘿嘿 咱们